好的 進到 無忌煎包這邊 傳說中的無忌煎包 那剛剛在市場買了一些草莓 買了兩盒草莓 一盒有20塊的 和15塊的 大概在哪裡 看一下 這是一盒 20的 這是一盒 15塊的 20的好像大很多 那這是 一盒15的 這是一盒20的 那裡面是這樣 那現在來到 無忌煎煎包這邊 傳說中的 電視湯 來這邊就吃了要吃完 早餐也買了一些 這邊賣的 大蝦子 這邊好像蝦子買了多少 全部那邊 30幾塊 43塊 買了一堆炸的大蝦子 炸的大蝦子 還買了這個 炸的蠻魚 那 嗯 沒什麼味道 這邊啊 趕快喝酒店再吃 這邊來喝點熱湯 因為剛剛外面下的 確實 蠻大的 下的 草莓先收起來 草莓啊 最大的問題就是 農藥殘留的問題 回去要好好的 洗一下 那還有 差一點 土地公 可能想要吃 他人家就去送給土地公 還要買了一樣 每次來 東方大陸必買的東西 這香蕊 香蕊五塊錢三顆 好大 香蕊 我們在買香蕊的訣竅 要看這個地圖 這根 他這根看起來已經 已經拔下了一段時間 不過他因為他比較細 如果這個很粗的話 他們都是用成長技術 這是我對水果的了解 把這三顆花了一塊錢 那 先來喝喝熱湯 準備 吃早餐 我是阿周 這個 這個 煙食湯 他這邊扁食湯 他不能加像魚片肉片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說實在的 這個很快就熟了 那魚片肉片也不會熟 所以說 在福州這邊你如果吃煙食 你要加其他的佐料是不行的 這個一大碗 十塊錢的人民幣 只有台幣四十幾塊 我先喝喝看 不過 在喝之前先給粉絲 吃一下好了 裡面有加了海苔 加了海苔 湯裡面有帶點醋 有點雄雄的 接著第二碗上 這是什麼東西 魚丸加肉燕 這碗 我這裡叫你三塊錢 好好好 這幾塊錢 十四塊 十四塊 十四塊一碗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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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在網路上搜尋 這家的新駕餅滿高的 還另外點了兩個煎包 這可能就自由行 跟跟韓米的比例 跟韓米的比例 其實跟韓米有跟韓米的好多 自由行有自由行 老闆謝謝 湯錢讓多樂付過三塊錢 老闆要拿先吃幾塊錢 好吃 我還一碗吃完了 這就是韓國中的無錫煎包 一顆人民幣3塊8塊 這後台幣10幾塊 吃吃看 這邊的物價 大家也聽那個 昨天晚上聽櫃檯的小哥 說 這一代的物價 既來之則安之 既點之則慈之 這皮啊 帶點Q勁 Q皮啊 外皮出很多 還沒咬到明顯 這皮吃起來 很像我家 一些糯米做外皮的感覺 整個頭都不會小的 吃起來有點熱鬆的感覺 那頭會小的 他本來就連整個頭都不會小的 我要咬餡 肉餡好吃耶 還有碗湯汁 真的 真的 好吃 肉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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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湯是有點像 台灣的胡椒餅 胡椒餅裡面的肉餡的味道 也很像 也很像 蔥油餅的味道 嗯 覺得蔥油餅 那個 東部 台灣東部的蔥油餅的味道 你看 肉餡 小煎湯跟雞肉 廢物餅 博士 韓國餡 蘑菇餅 他不想講話 他不想錄鏡 不過我都有偷拍他 他不是導演 不過我居然是把他剪掉 這次的行程要感謝他們老闆 願意批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說我們這次會在這邊待比較多天 真的很感謝他們老闆 他們老闆很有難去把檸檬倒入自家了 吃顆他這邊的丸子看長什麼樣子 有機會真的是要來品嘗這邊的丸子 他這包餡的丸子跟昨天的丸子比起來 昨天那個比起來大顆 昨天晚上都比起來大顆 這邊早餐的話比較相當 我吃吃看內餡的感覺 兩邊的口感不一樣 這邊的內餡 油脂比較多 那邊的內餡 那邊油脂沒那麼多 油脂沒多 認真來講 他這邊的丸子 一口可以一顆 那邊的丸子一口會噎到 加點湯汁 加點湯汁 這邊的特色常常會看到肉燕 那個燕 那個燕就是類似在台灣吃的火鍋的燕餃 什麼品牌的燕餃不告訴你 你知道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嗎 因為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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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點了一堆叫 趕快吃 認真的吃 一直吃 這些東西都給我吃 那就妳口嘴 天餡 天餡在台灣叫做混雞 我記得我小時候吃 我記得為什麼它那麼餛飩好 餛飩它還有加醋 我都不清楚 知道的網友 底下留言告訴我為什麼 在福州這邊吃 餛飩湯他們會加醋 我舒服的少 誰說不知道 其實我很想說 我小時候很想賭書 可是 不是我請賓家 就是老師請賓家 開玩笑 客湯的聲音大聲不響 因為好喝 打一下廣告 這間 第一碗 餛飩湯 最後的湯膜倒進去 兩個字形容 滿足的 外加兩個字形容 好吃 再兩個字形容 再吃 好 一號女豬腳把整個都推過來 這樣吃的話 我都會像他吃的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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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餛飩湯真的跟昨天那個口感都不一樣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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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豬腳在吃賣 福州這邊的缺點就是 昨天在飛機上我聽那個 前面的一個大哥在講 基本上高雄一個禮拜只會 只有一個航班 很幸運地會過 要不然有沒有機會來到福州吃這個丸子 在那個 綜藝節目前來 喝酒丸啦喝酒丸啦 到底是什麼 今天綜藝體會好 好好吃喔 兩碗湯都全部喝光 看好不好吃 你吃這個 光光 冰函運動 冰函 光光 一號女主角 求證我叫光函運動 輕鬆光 很好吃 都好吃 好了 影片就拍到這裡 我的早餐 好吃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提供 老話常好 不會有機 來 感覺這邊的東西好不好吃 好吃 第一次過來很好吃 很好吃 味道很好 你看 我還在肚子 很老 夭壞夭壞 夭壞夭壞 讓我吃個夭壞好吃 謝謝